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平定天下节目 俄罗斯导弹袭击乌克兰,造成至少36人死亡 其中包括儿童医院受到重创 基辅市长和乌克兰总统纷纷谴责这次袭击 称其为种族灭绝,并呼吁西方盟友提供更多防空支援 同时,高等法院裁定一名乌克兰母亲可以带孩子返回战火纷飞的祖国 这些事件揭示了战争的残酷和家庭的无奈 乌克兰持续向国际呼吁帮助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俄罗斯导弹袭击基辅儿童医院,36人死亡,乌克兰哀悼 基辅的繁忙街头被俄罗斯导弹的轰炸声震撼 这次袭击对乌克兰来说是最为致命的 造成了36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儿童 在基辅的奥克兰儿童医院外 一位母亲抱着她的婴儿,脸上满是震惊和悲痛 斯维特拉娜·克拉夫勤科,33岁 在这场空袭中险些失去了她的孩子 她告诉路透社,太可怕了 我无法呼吸,我试图用这块不盖住我的宝宝 让她能呼吸 医院的窗户被打碎,面板被撕裂 数百名基辅居民自发协助清理碎片 乌克兰政府宣布周二未哀悼日,纪念这次战争中最严重的空袭之一 并强调乌克兰迫切需要来自西方盟友的防空系统升级 据乌克兰空军称,防空系统成功击落了38枚导弹中的30枚 然而,这并未阻止导弹击中基辅的主要儿童医院和其他民用设施 袭击的视频在网上疯传,画面显示一枚导弹从天空坠落到儿童医院,随即爆炸 这段视频由路透社验证了地点,确认袭击的是基辅的主要儿童医院 乌克兰安全局确认,这次袭击使用的是KH-101巡航导弹 据官员报告,基辅有22人死亡,其中包括两名儿童,另有82人受伤 这次袭击的不仅仅是基辅,还包括中部城市克里维里赫、地涅波罗以及东部城镇波克罗夫斯克 造成多名平民死亡和受伤 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发誓要报复,并呼吁西方盟友做出强有力的回应 泽连斯基在波兰总理唐纳德·图斯克的陪同下表示 我们将对这些人进行报复,我们将对俄罗斯进行强有力的回应,这是肯定的 问题是我们的伙伴能否回应 外交官表示,联合国安理会将于周二召开会议,讨论这次袭击的应对措施 俄罗斯国防部声称,他们的目标是乌克兰的国防工业设施和航空基地,并多次否认针对平民 然而,自2022年2月入侵以来,已有数千名平民在袭击中丧生 乌克兰总检察长表示,他已与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卡里姆,汉讨论这次袭击,并将分享相关证据 这次袭击恰逢北约国家领导人即将开始为其三天的军事联盟峰会,泽连斯基预计将出席,乌克兰战争将是焦点议题之一 美国驻基辅大使布里奇特·布林克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这种冷酷的侵略,完全无视人类生命,危及欧洲和跨大西洋安全,是为什么领导人本周将对乌克兰做出重大安全承诺的原因 乌克兰国防部长鲁斯特姆·乌梅罗夫也呼吁西方盟友提供更多的防空系统,强调目前的防御能力仍然不足 空军代表尤里·伊格纳特上校在Facebook上写道,敌人的导弹配备了额外的手段,包括雷达和热诱饵 他表示,周一的袭击中,导弹以及低的高度飞行,增加了几落的难度 基辅市长维塔利·克里奇科称这次袭击是战争中最严重的一次,损坏遍及全是七个区域 在这次袭击中,基辅的三个电力变电站和网络受损,私营电力生产商DTEK称 自三月以来的俄罗斯空袭已经使电力系统遭受了巨大损坏,停电变的普遍 卫生部长也表示,该国最大,设备最齐全的儿童医院的五个单位受损,儿童被转移到其他设施 这次袭击引起了全球的震惊和谴责 英国首相基尔·斯塔莫谴责这次对乌克兰主要儿童医院的袭击是变态的 他在社交媒体上写道,袭击无辜的孩子,这是最变态的行为 我们与乌克兰站在一起,反对俄罗斯的侵略,我们的支持不会动摇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否认袭击医院,称基辅的损坏是由乌克兰防空导弹造成的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说,袭击的目标已经达成,指定的目标已被击中 基辅政权代表声称俄罗斯故意对平民目标进行导弹袭击的说法完全不真实 乌克兰国防部长鲁斯特姆·乌梅罗夫再次呼吁盟友提供更多的防空技术 他在Telegram上说,我们的防御能力仍然不足,我们需要更多的防空系统 同时,一个家庭在高等法院的法律战中胜诉,得以在父亲反对的情况下返回乌克兰 这个家庭在2022年2月俄罗斯战争爆发前不久逃离家园,并于去年12月搬到了伦敦 当母亲表示希望带孩子回到家乡时,父亲成功申请了一项法院命令,阻止他们离开英国 然而,现在海登法官裁定,尽管冲突仍在继续,他们应该被允许返回乌克兰 判决书指出,母亲所在的乌克兰城市有效地经受住了战争的考验 并且这个家庭非常有能力在局势因冲突而开始恶化时保护孩子 海登法官说,我毫不怀疑,如果母亲认为孩子在乌克兰之外会更安全 他们有真正的能力制定明智和务实的解决方案 目前,孩子需要的是他们家和家庭的安全与稳定 这只能在他们的母亲在乌克兰的情况下才能实现 这次袭击和法院的判决都让世界关注到乌克兰的艰难处境 在这样的背景下,乌克兰总统儿童权力顾问达里亚 赫拉西姆丘克谴责这次对基辅儿童医院的袭击是玩事不恭的 他告诉《独立报》,今天俄罗斯人庆祝家庭,爱与忠诚日 却在这一天已经杀死了至少20人 家庭价值观是他们所不知道的 今天他们摧毁了许多家庭 父母不会在晚上回到孩子身边 孩子们也无法完成他们的生命之书 他补充道,你听过孩子在瓦利下的尖叫声吗 我从未听过比这更可怕的声音 世界还能继续只说话吗 每个国家现在都必须行动 英国驻乌克兰大使马丁·哈里斯称这次袭击是野蛮的 他说,看到基辅的儿童医院在今天早上的俄罗斯袭击中备集中 我感到震惊 我的心与今天失去亲人的所有人同在 英国正在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以应对俄罗斯的可怕侵略 基辅市长维塔利·克里奇科表示 这次对乌克兰首都的袭击是两年全面入侵以来最严重的一次 他说,这是最严重的袭击之一 你可以看到这是一家儿童医院 这次袭击和法院的裁决 再加上北约峰会的即将召开 将会让世界再次聚焦乌克兰的艰难处境 随着北约峰会的临近 乌克兰的盟友将面临更大的压力 需要提供更多的支持和防空技术 中国军队开始在白俄罗斯进行为其11天的联合演习 地点靠近北约国家波兰的边界 这进一步让局势变得复杂 这次由俄罗斯最重要的两个盟友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 是在白俄罗斯成为中国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 SEO第十个成员之后进行的 白俄罗斯政府表示 这次演习将为白俄罗斯与中国在部队联合训练领域的 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乌克兰的未来依然充满不确定性 而这次袭击让人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性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2023年10月 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一所主要儿童医院 发动了一次致命的导弹袭击 造成至少36人死亡 包括儿童并有数十人受伤 这次袭击是数月来最严重的空袭之一 显示了战争的残酷性及其对平民生活的严重影响 这次袭击的目标包括基辅的 欧克曼特地儿童医院 以及其他城市的民用建筑和医疗设施 根据乌克兰政府的资料 总共有38枚导弹发射 其中30枚被防空系统击落 但仍有多枚导弹击中目标 内政部确认50座民用建筑 包括住宅、商业中心和医疗设施 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 乌克兰安全局表示 这些导弹是KH-101巡航导弹 在此次袭击中 基辅市区有22人死亡 82人受伤 其中包括儿童 蒂涅伯罗比德罗夫斯克地区 有11人死亡 64人受伤 波克罗夫斯克有3人死亡 这次袭击不仅对乌克兰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誓言 将进行报复 并呼吁西方盟友提供更多防空系统 以保护乌克兰免受进一步的袭击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此次袭击针对的是乌克兰的国防工业目标 和航空基地 并否认针对平民 克里姆林工发言人声称 基辅的损坏是由乌克兰防空导弹造成的 这一说法遭到广泛质疑和谴责 这次袭击的时间点也非常敏感 恰逢北约国家领导人 即将召开三天的军事联盟峰会 乌克兰战争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 美国驻基辅大使布里奇特·布林克表示 这次袭击显示了俄罗斯对人类生命的冷酷无情 并强调了本周北约峰会上 对乌克兰做出重大安全承诺的必要性 英国首相基尔·斯塔莫 谴责这次袭击是变态的 并重申英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不会动摇 英国驻乌克兰大使马丁·哈里斯也称 这次袭击是野蛮的 并表示英国将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 以应对俄罗斯的侵略 乌克兰国防部长鲁斯特姆 乌梅罗夫和空军代表尤里 伊格纳特上校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防空技术 强调乌克兰需要更多的防空系统 来抵御俄罗斯的定期空袭 伊格纳特表示俄罗斯导弹 现在配备了额外的手段 如雷达和热诱饵 使得防御更加困难 这次袭击的悲剧再次提醒世界 战争对平民 特别是儿童的造成的巨大伤害和痛苦 也强调了国际社会在保护平民生命 和维护人道主义原则方面的责任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奇奇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奇奇 各位观众 今天我们来谈谈这次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恐怖袭击 首先 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场令人发指的行动 袭击儿童医院是绝对不可原谅的行为 这种行为不仅违反了国际法 更是对人性的一种莫大侮辱 历史上没有多少比这更卑鄙的行动 例如意大利法西斯对埃塞俄比亚的毒气袭击 这种行为只会使世界各国更加坚定地支持乌克兰 并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为 楚天书我明白你的愤怒 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另一个可能性 俄罗斯称这次袭击是针对军事目标的 这是不是有可能呢 我们知道战争中的真相往往是被扭曲的 再说了乌克兰的防空导弹也可能造成误伤 这并非完全不可思议 历史上也有很多误伤的例子 如伊朗航空655号航班被美国海军击落 这次袭击是否完全由俄罗斯负责 还需要更多的证据和调查 谢琪琪 你这样说真是让我哭笑不得 提到误伤 我们可不能忘记美国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 也有过类似的错误 但这不代表我们可以对平民目标的袭击视而不见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一枚KH 一灵一巡航导弹直接击中了基辅的儿童医院 这是无法辩驳的事实 而且 俄罗斯的说辞已经无数次被证明是谎言了 真相就像是希腊神话中的潘多拉盒子 一旦打开 所有的谎言和罪恶都会曝露无遗 楚天书 你这样说好像是要把俄罗斯打成世纪大恶人 但我们不能这么简单划分黑白 国际刑事法院也需要时间来进行调查和收集证据 不能一上来就下结论 你提到潘多拉盒子 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考虑盒子里的最后一样东西 希望 希望和平 希望这次事件能促使双方进行对话 最终达成和平协议 毕竟冲突中的平民才是最无辜的受害者 谢琪琪 这种希望恐怕只是幻想 我们要的不是对话 而是行动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呼吁西方盟友提供更多防空系统 这才是现实的解决方案 我们不能像 等待哥多 里的角色一样 永远等待那个不会来的和平 每一次的妥协只会让侵略者有恃无恐 历史告诉我们 像慕尼黑协定这样的妥协只会带来更大的灾难 我们必须强硬回应 才能让世界明白 侵略行为是要付出代价的 楚天书 你这么激进 是不是有点矫枉过正了 我们谈论的是和平 而不是制造更多的冲突 你引用慕尼黑协定 那么我也要提醒你 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正是通过经济援助来重建欧洲 这才是真正的长久之道 如果我们一味的追求报复很强硬 只会让更多的家庭陷入痛苦 正如中国古代的孙子兵法所言 不战而屈人之兵 善之善者也 我们应该寻找更加智慧的解决方案 而不是一味的诉诸武力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哎呀 这真是一个悲惨的故事 俄罗斯导弹袭袭击基辅的儿童医院 造成36人死亡 这真是让人心碎的新闻 这次袭击不仅把基辅的主要儿童医院炸得七零八落 还让数百名基辅居民忙着清理碎片 斯维特拉娜·克拉夫琴科 一位年轻的母亲抱着她的小宝宝 用一块不遮住孩子的脸 试图让她能够呼吸 这一幕真是让人心酸啊 这场战争的残酷性再次提醒我们 乌克兰迫切需要防空系统的升级 空军表示 他们击落了38枚导弹中的30枚 这可是很了不起的成绩 但仍有8枚导弹击中了目标 包括住宅 商业中心和医疗设施 这长袭急造成了22人在基辅丧生 其中包括两名儿童 这种暴力行为不仅破坏了基础设施 更是对人性的一次严重挑战 泽连斯基总统这次真的怒了 誓言要报复 并呼吁西方盟友站出来 给予乌克兰更强有力的支持 好 来聊聊高等法院那边的故事 这位乌克兰母亲在法律战中胜诉 可以带孩子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 听上去有点不可思议 对吧 但这就是爱 母爱的力量 这个家庭在战争爆发前不久逃到伦敦 现在母亲决定带孩子回到家乡 尽管那里还在打仗 法官认为 虽然乌克兰的局势不稳定 但孩子需要在家和家庭中找到安全感和稳定 这对母子在这样的困境中依然选择回到祖国 真是让人感动 然而 这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的决定 父亲曾经成功申请法院命令 阻止他们离开英国 认为留在伦敦更安全 这场法律战 说明了双方对孩子未来的不同想法 母亲认为 乌克兰的家乡才是孩子的安全港湾 而父亲则担心战争的风险 这绝对是个难题 再来看看俄罗斯那边的说法 克里姆林宫一如既往地否认针对平民设施 声称这些破坏是乌克兰防空导弹造成的 这个说法实在是让人难以信服 毕竟看到的都是平民死伤和医院被炸的一塌糊涂 这次袭击被乌克兰称为种族灭绝 这种说法的背后是巨大的悲痛和愤怒 英国首相斯塔默和其他西方领导人 也谴责这次袭击称其为变态的行为 斯塔默强调 西方与乌克兰站在一起 反对俄罗斯的侵略 这种国际间的声援正是乌克兰所需要的 毕竟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军事对手 乌克兰国防部长鲁斯特姆乌梅罗夫再次呼吁 乌克兰需要更多的防空技术 这次袭击显示了防空系统的不足 乌克兰急需国际社会的支持来保护其城市和基础设施 免受进一步的袭击 总的来说这是一场让人心碎的战争 每一个死亡和受伤的平民都是一个悲剧 乌克兰需要的是更多的国际支持和更强大的防空系统 这场战争不仅仅是乌克兰的悲剧 也是整个人类的悲剧 让我们共同祈祷 希望这场战争能早日结束 让和平重回这片土地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